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者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为妙法对千万千难遭遇 我今见缘得俗世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我们讲《记事论》当中 现在讲第三品 第三品里面就是别说众生之处 别说众生之处 真实宣说众生之处和必等之光所分两个方面 第一个真实宣说众生之处 也是分恶趣和善趣分两个 第一个就是讲恶趣 就是讲热地狱和汉地狱 首先是讲热地狱 但热地狱这些道理的话 我像《大圆文前行引导文》还有《菩提导持地论》等等 很多书籍当中讲得比较细致 所以我这里不一定广说 此下二万有群处 即是无间地狱处 我们现在热地狱处的下面 下面按照《记事论》的观点的话 在二万有群的地方 因为你整个金刚大地有八万有群 那么二万有群的地方有无间地狱 比这上方七地狱 那么五间地狱的上方有七地狱 但这个有两种说法 有些小乘的有些论典里面说 这下面二万有群的地方应该是无间地狱 无间地狱的周围有其他的七个热地狱 也有这种说法 八月之外十六月 那么除了八热地狱以外 还有六个十六个金边地狱 四边看为十分离人缘等五坛和 那么他的四边也可以说 每一个地狱的他的周围的四边 有唐卫康和十分离 然后离人缘和还有五坛和等等 有这些地狱围绕着他 在南湛部主下方二万有群的地方 有无间地狱的房顶 按照小乘的观点的话 地狱就像是我们有些地方的监狱一样 他有他的专门的房顶 他就像我们所谓的龙共一样的 地狱在地下专门有这样的一个 众生业力感受的一种惩罚的地方 这是小乘的说法 他的高度宽度各二万有群 在那里的众生无间感受无量的痛苦 故而得名为无间地狱 他的名字直接叫做无间地狱 他的这种痛苦没有任何间断的 我们有些严重的病人 也是今天也病 明天也病 虽然人间都是没有无间地狱 但是有时候就觉得 是不是这个感受无间地狱 今天也痛 明天也痛 好像晚上也痛 白天也痛 所以他就没有一个间断的 这叫做是无间地狱 在他的层房有七个地狱 也就是说是福火地狱 黑顺地狱和中火地狱 好叫地狱 然后大好叫地狱 烧热地狱 即热地狱 这叫做是大 那么他们的宿命 量 还有宿命的量 痛苦的程度 这些都是我们《大圆满信息学习》 《大持书》当中也是去年刚讲了 《大圆满前行书》里面也讲了 我在这里不光说 在八日地狱的周围有十六个重塑地狱 也叫做是金边地狱 八个地狱的四面各有 火尽莫腾的康尾堂 就是这个康尾堂 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利罪昆虫刺身的十分利 还有灵中有不满道人的灵人缘 灵子所包含的监义灵 这叫做是它四边都有着 然后监义灵具有铁瓷杂射的垢堆射 还有铁瓷树木 上面呢 有这个刚才我们讲的所谓的铁柱扇 上面这个乌鸟铁瓷作色烟球 就是灰柱烟球 所有的荆棘刺身 还有以难以逾越的热炭无炭河 它燃烧的炭一直成立的 但这些我们以前学过很多次了 不用这个解释吧 你们如果不太懂的话 看大圆满星期休息讲轮回痛苦的时候 然后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当中都有的 它这个只不过是算法方面 有些地狱有点不同 有些里面说是在五间地狱的四边 五间地狱的四边有上面的 然后它这里面的有些铁柱山 五炭河这些的算法稍微有点不同 但是可以包括在四个金边地狱当中 全部加起来的话 可以包括在四个金边地狱 那么这三者是一类 它这里也这样讲了 算为一个 沟河无药师见义令铁柱山特有的 那么这个就是一般惩罚破戒的众生 所以它特有的众生 这些地狱的前面有阎罗族 受持各种并且住着进入其他的地狱 让他一定在这里成熟 五间地狱里面受苦以后 后来他从哪里解脱出来的时候 就看见外面这些金边地狱 然后这些言诺族不让到其他的地方 然后拿着各种兵器来制着和惩罚他们 这是热地狱 热地狱是这样的 下面是汉地狱 其他的聚保地狱等 及十八种汉地狱 除了热地狱以外 越聚保地狱等八种汉地狱 也就是说是聚保地狱 宝内地狱 金亚地狱 阿丘丘地狱 虎虎地狱 列入七年华地狱 列入红年华地狱 列入大红年华地狱 总共有八种汉地狱 赤族的下面 如能融下无间地狱当地狱吗 我们上面刚才不是讲的吧 现在南战部族下方是二万有行 那这样的话 下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众生 而且二万有行怎么会是能融了呢 它这里是能融了 因为所有的这些族全部都是就像古堆一样 下面比较大的 小段是大的 上面比较小的 我们在盘子里堆那个固子的时候 下面下方是大的 上上是小的 所以上方虽然南战部族的上方也是很小的 但是下方所有的地狱的众生可以在那里具足 旁生的根本住处是外大海 在天界云人间住处是三居旁生 这个是我们也前面讲过 然后俄贵的根本处是所谓的王舍城 就是位于南战部族下间隔五百有行的地方 他们的俄贵的主要的地方 主要的城市基地 他们说是什么恐怖主义的恐怖基地 那么俄贵的主要的基地 主要的他们违违的地方 他是在王舍城的下方 在那里有燕罗法王 我们所谓的中阴法王 就是燕罗王住在那里 他是以不善业前来的这里 按照据舍论的说法 那么中阴法王实际上是他形象上是惩罚地位众生的 但实际上他自己也是 就像有些官监狱里面的话 监狱里面也有他的组长 就是他的领导 他自己犯了罪 夺到监狱里面 然后监狱里面也是称了当官的 所以按照据舍论的说法 燕罗法王住实际上也是不善业前到这里来 但大乘说法是完全不相同的 大乘说法的话形象上是恶鬼众生 但实际上他也是诸佛菩萨发现出来 然后到中阴阶惩罚众生 也就是说他是这样的 以善满业而甘为地狱众生 先是业果 他因业和满业 因业的话不善业 然后满业是善业 因业和满业之间的差别 我们第四批里面还有讲 而归宗共有三十六种 或者归纳为外障内障十障三种 偏借人间在恶鬼处是善举的 是这样讲的 那么这里我们无必要知道 第一个问题刚才已经讲了 地狱现在南赞部族的下面 这个问题 然后恶鬼处也是南赞部族 印度王舍城的下面 你五百游行的地方 这样的话这个问题上 大家应该知道这是小乘 也可以说是按照俱舍论的说法 这样承认的 如果是大乘的说法 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这个地方一定要清楚 我看过很多一些俱舍论 在日本和汉地 他们写的诸书当中 原原本本这样解释 根本没有引用大乘的说法 如果没有引用大乘的说法 很多地方可能难以解释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上面是地狱 就是我们南赞部族 南赞部族的下面是地 然后地里面也有一个 就像是地下室一样的地狱 在哪里的话 而且哪里全部是燃烧的 熊熊烈火的 一方面众生的业里不可思议 你转生到这样的地下室 也是可以的 但另一方面 这是我们在想象当中很难以解释的 因此按照犹布众的观点 他们认为中阴法王 阎罗王也是一个志向的中心 他真正是这样的一个众生 还有他的地方 也是应该南赞部族的下方 王盛城的下面 第一额规的中部就集聚在哪里 他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一般来讲为时异常的观点 为时和众观众的观点的话 他们都不承认地狱的位置有固定性的 这个是非常关键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一个众生他死在那里的话 那么通过他的业力 听他也就是说 以他的业力 在当下能现前感受地狱的痛苦 因此我们《入菩萨行论》当中也讲了 一切都是性造的 然后这样的话 地狱的众生和地狱的兵器 这些都是谁来造的 如果真正有这样的一个工厂那样的话 那么地狱的这些众生 首先是谁创始的 谁创办的 所以这些方面根本靠不住观察 靠不住观察 这样的话 我们一定要知道 大乘经典对此的观点是什么样 应该是每一个众生 他自己在 不管是从哪里 他死亡的时候 他的恶趣 在当下也可以现前 然后这个善趣的话 通过他的善业也可以现前的 这就是大乘不共这个说法 这一点有大乘经典的教证和理证 这样的话非常合理的 否则你说 真是在小乘里面有这样的地狱 要存在的话 我们现在的很多考古 这些来研究的时候 也恐怕真实不出来 就这样以后的话 如果地狱找不到的话 很多人对可能地狱和路道轮回的这种理论 也可能会生起邪见和有这种后果 所以我在这里的话 我还是要给你讲一下 现在现代科学对宇宙的观点 然后我们俱舍论对宇宙的观点 这两个到底相为还是不相为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关键 因为我们在座的很多人 可能从小也受过一些教育 始终认为我们的欲主是圆的 就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现在在俱舍论当中 又是说另一种学说 这样的话到底是这两个融为一体 还是持为矛盾的观点 到底是我们以什么样的目光和观点来对待它呢 这一点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也应该稍微说一下 这个不说的话 我想可能有些人反而生邪见的 原来听说一个人还是闻思得很不错 后来看到俱舍论的世界观 听说也是座庆寺院的一个堪布 然后后来他看了 他也懂一些现在的一些地理 现在的一些天文学的道理吧 可能懂得也不是很深 但是稍微懂一点 后来他在座庆寺院里面 听说是学了俱舍论 俱了俱舍论以后 对佛陀的教理生起邪见 然后稍微对佛陀的教言 也有一些排斥性的 以前他的所作所为不太如法 因此我们学院的有些堪布 也专门讲过这个道理 也专门对他的文章也进行破斥过 所以我想我们学习没有究竟的话 光是现在我们须弥山的看法 和须弥山的观点 有些人可能不能接受 所以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要懂 而且在自己的心的相续当中 一定要生起一种定解 我们对世界观 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 这个问题 我看每一个金刚道友 这次一定要在心里面 生起一种定解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我们一段时间当中 专门学习了前世后世的道理 因为前世后世的话 很多人都这个说也说不清楚 到底有没有前世后世呢 自己也是疑惑重重的 很多人是可能这样的 后来我也是下了一定的功夫 现在大多数人来讲 恐怕真是前世后世呢 再说也是它具不出什么 不存在前世后世的道理和理由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当前对我们现代的社会来讲的话 一个是佛教与科学之间的最大的一个关注点 就是前世后世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研究和学习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对宇宙观 也就是说现在的 现代科学和佛教的 不同观点的世界观 这个世界观 我想也应该 各位道友必须要精通 当然你完全要精通的话 我们现在就只有一点点智慧 不要说是整个世界的宇宙观 连我们拉荣的房子有多少个 拉荣的整个 比如说我住在牡丽宝区 然后牡丽宝区大概有多少个房子 每一个房子的门在哪里 它的园子大小是怎么样 这一点的宇宙观 也是可能搞不清楚 不要说是整个庞大的 三千大千世界的整个概念 我们要全部通达的话 是有点困难 但是基本的道理 大家应该懂得 那么要懂得基本的道理 首先大家都知道 昨天我们前面居士论当中已经讲了 所谓的世界 现在就像是首先是丰论 风轮上面有水轮 水轮上面是有金刚大地 金刚大地上面的话 那么整个包括须弥山围主的四大部主 全部就像是在莲花生长在海里面一样的 全部是这样一个片片的世界上存在的 这是佛教巨舍论的观点 然后现在科学的观点 我这里不用说 大家都知道在空中地球还有月球星球等等 然后这些怎么样宣传 这些与巨舍论的说法完全是不相同的 但是我们很多人认为 因为不相同的原因 到底是哪个是真的 到底是哪个是假的 可能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说法 要么佛的说法正确 这样的话我们大家都承认 这个须弥山是存在的 然后须弥山要存在的话 现在地区上找不到须弥山 有些人说美国是犀牛祸足 那肯定不是 这一点是完全不是的 然后有些人认为须弥山不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他现在我们看不见也这样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佛教徒 有些大法师 他们的讲经说法过程当中 也是说得非常多 但是真正抓住谣点的话 有没有大家都可能一清二楚 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这样的 以前千百的一些高僧大德们 也是这样讲的 但我们的观点是怎么样呢 都要可以承认 一方面须弥山也可以存在 然后地球也是可以存在的 如果你说地球不存在的话 那么现在的科学家和天文学家 他们面前肯定说不过去的 为什么呢 他们并不是没有依据的 他有各种各样的现今的科学仪器 然后是通过各种途径去观察 有些他们研究地理的这些人 专门去到月球上 星球上 还有我们地球上 专门用各种各样的 比如说照相机 色相机 望远机等等 他有各种各样的仪器 通过很长的时间当中去研究 考证 最后得出的戒令 从国贝利亚开始一直 现在有不断的很多的科学家 虽然这些科学家 他们对地球的形状 或者是颜色 大象等等 也有一些不同的说法 这一点他们科学家和天文学家的人 他们自己内部的观点有所不同 这一点是真实的 但是大多数人来讲 现在的地球是远的 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说的 这一点我们佛教徒没有必要去 哎 现在不是地球远道 一定是一个须弥生 我们现在住在南沼部主当中 但是地球是不存在 没有必要说 地球也可以承认 为什么承认呢 因为现在的大多数人 完全能见到现在科学所证明的结果那样 地球就是远的 然后它的旋转方式 这些都是什么 现在我们在那天在杭州的时候 中国也是第一个人坛航船 它转绕地球一圈 最后降落 这也是整个全世界的人有目共睹的事情 我们要富人的话 不可能的 因为它科学 首先都是把预测得清清楚楚 需要多少小时 需要多少个距离 这些也讲得非常清楚的 那么这个我们没有必要富人 这是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佛教的须弥生的这种观点 这个也没有必要富人 有些人认为现在地球已经成立的话 那么佛教里面已经讲的是这个是远远的 或者是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佛教头 承认科学的时候一定要被刺佛教了 这样不合理的 也不用这样担心 因为我们一切办法它一切都是不成立的缘故 可以各种各样的现现 比如说像饿鬼众生来讲的话 成千三万个饿鬼他看着一万岁终于是农 他就根本看不出这个岁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对饿鬼面前应该可以说是农是可以成立的 这一定可以成立的 众生的业力先前的时候 这个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对于人来讲的话 这上面一地农业是没有的 全部成千三万个人一看的话 全部是税 然后我们面对饿鬼来讲的话 你没有必要富人这不是农 没有必要这样 如果你说是给他说不是农的话 他觉得这是我明明看见的 不是农没有任何必要的 然后我们对人面前来讲是这不是这个税 是农 是这样的话 人已经明明看见的这个税 你给他说是这不是这个税 是甘露 然后这是天人的妈妈哥父母 或者是陈明子的妈妈哥父母 这样讲的话 我根本看不见 但实际上这个税也可以显现浓 也可以显现税 也可以显现甘露和妈妈哥 或者是虚空等等 有各种众生不同的时候 他可以显现各种各样的 因此我们所谓的虚敏山也是 如果真正他的尸体存在 就像是小乘所成人那样的 他的尸体真正存在的话 那么你远远的话 不可能是偏偏的 如果偏偏的话 不能是远远的 这个问题是完全相违的 但是我们承认一切缘起 皆是空性的缘故 以空性的缘故 什么都可以显现 最关键的问题 首先是空性的道理 这个空性的道理 《父子相会经》当中也是已经讲了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样的话 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的 既然是饿鬼和人的话 就是路道众生的众生的中性不同 人类是一个众生 饿鬼是一个众生 但是我们偏偏为什么是这么大的人 人吧 释迦牟尼佛也是为人宣说的 然后现在的我们大多数的人 全部能看见地球是远的 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这个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一种特点 那么释迦牟尼佛当时什么样的 首先对法经是怎么样说的呢 主要是随顺印度的众生而讲的 因为当时印度的民间也是这样传的 认为虚弥山是存在的 然后印度所谓是难占部族 他这样的一种说法 因此我们《入中论》的注释当中也说 释迦牟尼佛说是 时间怎么样说的话 我也是跟着时间说 时间怎么承认 我也是这样承认 一方面现在虚弥山的存在 随随时间的一种教言 这也大家记住 随随时间的教言 另一方面虚弥山这样的存在 实际上是通过我们修行者的境界而言的 这也可以这样讲 为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我们佛教徒 真正是按照佛陀的教言去这样做的话 修持的话可以能看见虚弥山 他的境界当中可以显现虚弥山 还有四大不足 全部是按照佛陀所讲的那样 完全都是能现前的 当时在印度也是有些比丘 有些比丘他通过神通 那天我们戒律当中也讲了 《毗奈耶经》当中 有些他在印度受灾黄的时候 他通过神通飞往悲剧陆珠 悲剧陆珠那边有不断的饮食 在那里化缘以后就回来 没有神通的阿罗汉 当时就没办法去悲剧陆珠 当时有些比丘和阿罗汉去的话 真正悲剧陆珠已经存在 还有国王昂扎伯德也是在他的王宫上经常看见 有很多红色的烙印在飞 然后国王说那些红色的烙印是什么 后来他的大臣说这不是红色的烙印 这是释迦牟尼佛的随顺者 有些比丘前往悲剧陆珠去花园 然后回来后来国王也是 既然有这么生气的事情的话 我也想学法 后来大臣说释迦牟尼佛住得很远的地方 你不能现在现实的 后来他说如果释迦牟尼佛真正有能力 和真正有这种生存生变的话 来到我面前 他就一直称色公平祈祷 祈祷以后 释迦牟尼佛正式来到他的面前 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 他希求解脱的话 后来释迦牟尼佛就叫他设弃王公 然后他说我设弃王公 不能设得哪怕变成狐狸也可以 我不愿意设弃 后来释迦牟尼佛给他传说 密宗不用舍弃欲的特殊方便法灌顶 灌顶以后当下成佛 所以说当时从这个公案当中 还有很多《毗奈耶经》的公案当中 白居禄就是很多阿罗汉也限量见到的 那么我们比如说无垢王尊者 以前在他的传记当中也不是有了吧 就是说妙音天女从树里面拉着 然后无垢王尊者整个转了四大部主 转一圈然后回来的 听说那边九龙派的有一位 修十论金刚的上师 那么他也是他的境界当中 完全能见到须弥山 这些整个居首论里面所讲到的那样的境界 全部能看得见 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我们也没有必要服认须弥山 须弥山不存在一定是地球都是圆的 这个也不能讲 为什么呢 众生的根基不同 众生有各种各样的众生 所以佛陀针对不同的根基面前 宣说了很多的法门 就很多的法门 因此我们佛教当中也是 并不是不承认是地球 佛教徒也可以承认地球 然后佛教徒也可以承认须弥山 可以承认须弥山 那么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 那佛陀的话 为什么是大家众人所见到的地球 就是不说 偏偏少数人所看见的须弥山 给我们这个论里面讲出来 这是为什么 这是佛陀的一种特点 这方面大家一定注意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能说得到的 如果佛陀说出来的话 这没有什么稀奇的事情 比如说是 现在大家都让看得到 我们凡夫人也看得见的这些东西 如果佛陀在佛经当中说的话 这没有什么稀奇的 我们凡夫人也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们凡夫人看不到的 很多有个别众生能看见的这种境界 如果佛陀说出来的话 这就是佛陀的特点 所以大家这个问题应该搞懂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现在等我们 有些比如说魔鬼 还有那些清净的天尊的像 在有些修行人的境界当中 真的能看得出来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有一个修行人 他是这样讲的 我天天都是用什么护理 用一个东西 天天的给我说话 天天都是在我面前现前 但是如果科学家和其他的事件人 根本就不承认 他认为是他在互说 但实际上佛陀早就已经讲了 就是人和非人 非人以各种信仙 在有些人面前可以显现 所以佛陀早就在佛经当中 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凡夫人只能看到的柱子瓶子以外 什么都没有的话 佛陀也不会说的 但是佛陀有一些特殊的显现 我们看不见的 有个别人他看见的 那天他把他所看见的这些 通过图像来给我指示 我经常看得到这么一个东西 看怎么办 我心里面当时这样想的 这个佛陀真的很为大 很了不起 如果世间人的话 根本不会这个 因为这个人比较老实的 他根本不会胡说的 我们比较了解的人 但是他有时候真的能看见的 不管是他是规模也好 还是天尊也好 什么样的形象也不知道 有时候也能看得见的 然后我们有一些人 像一些清净的刹土 在之前当中可以看得见 以前五台山的一个公案当中 也有一个金壳寺 在南方那边的金壳寺 有一位僧人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看见一个宫殿 然后突然吹风 吹风的时候突然看见那个宫殿 宫殿里面有很多的僧人 然后僧人里面有很多的僧团 年纪 然后在那里他就带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他出来的时候有吹风 吹风的时候马上就消失了 后来他想是他所看见的寺院 然后在这里造了一个寺院 现在五台山的金壳寺 但是这个科学家来讲 他根本不承认的 以前还有一个人 他比如说有一个裁缝吧 有一个裁缝他是飞人把他拿到别的世界去了 别的世界去的时候他在别的地方 让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衣服 后来他就真是做了很多衣服 他后来自己也觉得自己已经到了飞人的地方 然后他就把有些衣服的布吹在自己的包里面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一看他突然就好像入梦初心一样的感觉 回来的时候一看他刚才衣服的这些片片变成一个纸条 一张纸 除了这个以外什么都没有 但是对他的境界当中真是已经现前的 因此我们固定一件事情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因此佛陀在很多经典当中有不同的说法 有不同的说法的原因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在这里对宇宙观的观点上 希望大家也是不要怕 会不会对我们佛教是有损 不用这样怕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完全有能力 有说服力 佛陀说得非常清楚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俱舍论的这种说法是一种说法 佛教当中并不是所有的观点是现在俱舍论的说法 佛教当中有很多的观点 什么样的观点呢 以前《四字仙》《现广广传论论》的注释者 非常了不起的印度论师 那么《四字仙》的《般若经》的注释当中是怎么样说的呢 他说《俱舍论》里面的这种世界 《俱舍论》的虚明山和四大部主的这样的说法 实际上是对法的一种观点 对法大家都知道 对法是我们三藏里面的对法藏 对法藏的一种观点 还有《小乘》当中有不同的观点 《俱明山》的《小乘》当中也有不同的观点 这是一个 然后《四字仙》来说是 对于《大乘对法藏》的观点的话 对这个世界的观点有无量无边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种说法 因此《小乘对法藏》和《大乘对法藏》的观点不相味的 《小乘》里面说的《俱明山》和《大乘佛经》当中说的 不相味 为什么呢 它是这样说的 《生意》当中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 然后在《明言》当中可以显现各种各样形象的世界 《明言》当中可以显现各种各样的世界 这是《四字仙》论师也这样讲的 所以我们佛教的观点 并不是承认一个《虚明山》的观点 不承认其他的观点也不是 我们一看《华严经》 《华严经》的时候 《华严经》这个世界的人识方法 就是完全跟现在的说法也有不同的 然后《居士论》的说法也是不同的 以前耿腾群贝尔他这样说的 他说《小乘居士论》里面的说法 有点不了一的这种说法 然后《大乘经》里面的世界观是了一的说法 也有这样的 但如果说是不了一的话也是可以吧 因为佛陀当时针对有些众生执着世间 为世有的众生面前宣说这样的世界 然后《大乘经》当中也有了一的说法 这样说的话也应该可以的 但是最根本的《十论经》里面有这个宣说 《十论经》当中《十论经》的大祖师 叫做《五个光束》 《五个光束》当中这样讲的 我们首先他就讲了《俱舍论》的说法 《俱舍论》的说法 不会有害于《十论经》的愚族观 为什么呢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举的例子是什么呢 比如说诸佛菩萨 有诸佛菩萨所加持的一个露尺大的山洞里面 这个山洞里面可以容纳转论王和 转论王他的五大眷属全部都可以容纳 容纳的时候转论王没有缩小 然后这个山洞没有扩大 但是因为诸佛菩萨的加持和幻变力 他可以原原本本地在那里容纳 这是一个 同样的道理 这是他的三福德能显现的 还有一些有罪业的人 那么很微小的东西也看见非常大的 还有些饿鬼他到了一些 比如说非常富裕的家 他家里面所有的财物都看不见 这就是众生的善业和恶业形成的 因此我们不要认为小乘居士论 对密宗的说法是有害的 不要认为这样的 所以这一句话当中主要是说 虞诸观小乘的宇宙观和密宗的宇宙观 也有说法不同的 那么密宗的宇宙观 尤其是十论金刚的须弥山 不像小乘里面所讲的那样 刚才虚弥山也是四方形的 还有整个世间的说法都不同的 虚弥山专门虚弥山脚 然后它整个七大山在里面 它虚弥山的周围 相当于跟现在的地球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是地球真实的距离 形状这些也是不相同的 因此圣灵金刚里面说 虽然这个世界的形状也不同 大小也是不同的 但是在生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他说在生意当中无有这些世间的量 真正的生意当中没有世间的量 佛陀根据不同众生的罪业和善业现象而宣说的 这一点非常重要 蒙蓬仁波切的十论金刚大书当中 也是说是所谓的宇宙不同的话 全部是众生的心也不同而宣讲的 你们也许也记得 释迦牟尼佛广传 他一个佛陀面前发心的 后来释迦牟尼佛说是 我所谓的发心 这样种种的说法不同 就是针对众生的根基不同而宣说的 所以所谓的世界观也是这样的 根对众生的根基不同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你们一下子 可能有时候尤其是对大乘的 缘起空性没有了解之前 有一点点可能未来 但是实际上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我们要现在破址的话 这个很困难的 你说这个地球不是圆的 全部是按照我们佛教头所说的那样 一定是须弥山 须弥山的八万优旬从哪里造 是在美国去造 还是是亚洲去造 还是是欧洲去造 很困难的 以前中国佛教学会成立的时候 就是多亚斜若格西 非常了不起 中国非常有名的一个佛学家和哲学家 然后他当时有一天这样说的 他的传记里面这样说的 说是 我今天一定要给他们辩论 辩论这些成人 地球愿的这些人 全部是我把他们辩得压口无言 我一定要今天辩论 但是根本琴弗大师当时在 根本琴弗说是 你这样辩论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是地球不存在的话 他们可能不会给你回答 大家都是笑你 确实是 意思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弟兄现在是现年见得的 你说是不存在的话 那你饿鬼面前说圣经 这个龙不存在的话 饿鬼都是笑你 不可能 我明明看见这个是龙 你说是这个不存在的话 你就根本说不过去的 因此我们佛教头 我看到很多法师和有些专门对佛教研究的人 他们都认为是佛教当中是专门有 这个地球的说法跟这个说法不同 那现在怎么办呢 会不会我们释迦牟尼佛说了网语啊 或者是我们现在以后会不会失败啊 这方面的话 我们佛教徒以后会不会很困难呢 就是不会有任何困难 只要是你通到这个缘起空性 尤其是众生的业力不同的话 释迦牟尼佛针对不同的众生面前 已经宣说了不同的世界 因此所谓的我们《居世论》里面 也是佛教当中的一部分宇宙观 只是对个别众生面前 确实是能显现这样的世界 因此他是这样宣讲的 并不是真正实有的 如果这个世界是实有的话 那我们只能讲一个 就是不能讲很多的了 只能讲一个 到底是实有的东西呢 你地球是缘的话 那么科学家必须要讲 佛教也必须讲 但是因为地球它的本体是空性的缘故 我们这个讲法都不同的 众生面前所显现也是不同的 所以最好用一万岁路道众生不同的看见 我们拿荣也是这样吧 描写的人都不同的 有些对佛教有信心的人一看的话 然后他来到这里 哎 这里真正是一个极乐世界 人间的一种刹土 以前的一些新闻记载也是 他的观点都是不同的 他然后把这里的山 水 甚至把老山一样都是写成菩萨 就是这样的 但是对佛教有排斥的人 他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们这个学院就是脏乱擦 然后是什么愚弄混杂 乱气霸杂等等 他们对我们的人事也是不同的 但是针对众生的根基来不同的话 其实我们这个内容有没有真实实实相当中 有没有一个好悔呢 在善意当中一切都是没有空性的 只不过众生有些是他的善业现前 善业现前的时候这个是个很好的东西 然后不善业现前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不好的地方 以前释迦牟尼佛面前来聚集翻天 聚集翻天的时候 当时也是舍利子问的时候 聚集翻天说这些全部是清净的地方 然后舍利子说我们释迦牟尼佛插土 全部是不清净的地方 然后他们两个一直争执不息 一直争论 一直争论的时候 后来释迦牟尼佛来 你们今天都是吵什么 不要大声说话 然后聚集翻天说 我看见这个清净的东西 但是这个圣利子不承认 这个坏蛋 然后圣利子说这个人又不承认 我看见不清净的东西 后来释迦牟尼佛说 我的插土本来是聚集翻天所讲的一样 全部是清净的 只不过你舍利子没有看见而已 当时批评舍利子 同样的道理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呈现三万个众生 虽然能看得像是地球 这也是真实的 这是我们没有必要去破 破的话也是很麻烦的 你看每一个科学家 他所看见的都不是假的 都不是真的 根本不可能存在是我们虚密山有 虚密山在哪里 这样的话 我们根本说不过去的 但是这个是按照大乘经典里面 所讲的一样 一方面我们佛教徒 佛教的遇族观 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我希望你们 还是在利用一段的时间 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因为现在有时候是依靠这些 对佛陀的教言 自己也很难以生起信心 自己会不会生起一种怀疑 或者是自己生不起信心 自己都始终是担心 哎 是不是我们的欲主呢 释迦牟尼佛这些地方说错了 会不会说错了 这样说错的话 我们佛教徒都是不好意思 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老师 这样人就不用这种担心 释迦牟尼佛是通到万法的 而且他是两千多年前 整个欲主也好 世界也好 众生的所作所为 全部讲得清清楚楚的 因此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讲的话 也根本不会有过失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些理算 现在每天 比如说 现在我们按照葬礼的算法 实际上是十论金刚的推算 天文学的十论金刚的推算 那么这样的推算的话 我们有时候是今天有两个十号 然后有时候一个十号没有 但这样的话 按照这样的推算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十五号的时候 月亮是圆的 这就是佛教的观点来推算的 如果按照西方的推算的话 那么十五号全部是月亮圆的时候 那不可能的 可能很有可能十六号的时候 月亮是圆的 或者十七号的时候 有时候也有月亮圆的 也有这样 导致这种过失 所以我们从天文学 我们现在不懂 对天文学也不懂 元气空性也不懂 如果你全部懂的话 就不会有这些矛盾和过失 因此就像摩彭仁波切和 刚才十论金刚的大树 也就是说五个广树吧 这些里面所讲的那样 一方面还有刚才五个广树当中 是这样讲的 不要认为释迦牟尼佛说妄语 实际上表面上看就相偉 实际上是不相偉的 这个宇宙观表面上看得好像是 这里面说是偏偏的 那么这个地球是远远的 到底我要承认哪一个的话 那就是不同众生的面前 那你这样的话 那种也是有一个新闻记者说 这是好的地方 有一个记者说 这是脏乱差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样呢 在神义当中是没有的 然后在明眼的世间量当中 大多数所承认的也有一种量 但是这些量不是固定的 因为分辨量所按理的话 都没有一个真实的量 所以我们元气空性 稍微通达一点的时候 对佛陀的这些教言 一定会是身心不易 原来我有一个同学 叫做是拉布 他现在是在柔和斯的一个大堪布 原来我们一起读中学 读中转 后来他在塔供上佛学院 上佛学院的时候 当时他们学了俱舍论 俱舍论的时候 他很长一段时间当中 他自己告诉我的 他说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从小的时候 受到那些现在的维吾伦论 有些地理的影响 很长一段时间 对俱舍论生不起信心 那到底这两个是如何相容 如何不相伪 他当时就非常担心 当时我们也是整天整夜 他当时到这里来求大圆满前行 我当时坐在一个图房里面 我们晚上一直是 有时候我站在维吾伦的观点 让他用佛教的辩论方法来破我 有时候我站在佛教的观点 我们又晚上一直辩论 但后来我们辩论了很长时间以后 确实是犯了很多的住宿和一些讲义 这样的话 后来这方面也是真的生起一种定解 生起一种定解 所以我们金刚道友的话 我想现在很多佛教徒的话 根本就是不敢说 有时候是不敢说 不敢开口一说的话 好像是这个 就是会不会我们佛教徒在这个问题上有点 有些人认为释迦牟尼佛 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 是好像有点说错了 就是根本不会有的 所以大致大悲的佛陀 因为终生现在所看的不同的说法 这就是他的一种特点 我们大家都能看得见的 这一点都是不要说是佛陀 我们具有所有烦恼的凡夫人 也是基本上是通过推理的话 也能说得出来 但是佛陀 他就已经讲了各众生的业力不同 业力不同 对这个世界 我们可以承认 现在成千上万个众生 地球是存在的 这一点我们佛教徒没有任何破的 但是佛教堂中也根本没有说 这样的地球是不能存在的 根本没有说 有些经典里面还说是地论飞天 有些是十论金刚的很多预算 跟现在的科学也有一些说法比较相同的 但是不同点在科学界人世当中 科学界当中他们内部也非常多 你的说法我不承认 我的说法你不承认 互相也有很多的 所以我们说法不同 不一定是一个观点是假的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面 今天我也可能没有讲到很多 但实际上我们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还是用一段时间吧 用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好好地分析 最关键就是看众生的业力不同 然后业力不同的时候 可以显现各种各样的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破现在的科学 没有必要破 现在众生确实是能这样见到的 所以刚才根本全佩说得非常对的 你如果要破它们的话 它们会笑你的 不会给你回答的 确实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对科学家和理论学家面前说 这个地球是不存在的话 他们可能不会回答的 我看到那个多士 多士在有一个文章里面说 他说这是一种小乘的说法 大乘有不同的说法 但这样说也可以 但有些法师 他们对俱始论的讲义当中 完全是按照小乘的说法来这样解释 如果按照小乘的说法来解释 真的现在我们南藏不足下面要有地狱 然后地狱的方向在哪里 在这样通过地质学家去考察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看得见 所以没有看见的 我们一切都是说不承认的话 这也不合理的 其实他们科学家 有我们看不见的很多东西 他们科学家也是能发明的 比如说现在很多天文科学越来越发展 现在很多前一代的科学家 根本没有发现很多星球啊 很多外星人啊 这些也是他们在发现 他们有时候到星星上 到月亮上到其他的星球上 这种显现也是非常多的 所以说我们没有看见的 科学家也是不敢不认识 不存在的 因此在这个问题上 希望大家还是要花一定的时间 以后有必要的话 我们专门把宇宙世界 还是通过书面来可能要介绍一下 不然的话很多佛教徒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点害怕 不敢站出来说法 一说地球是愿的话 违背即时论 然后违背即时论的时候 不敢说法 没有什么不敢说法 我们两方面都可以承认的 这个好人也可以承认 这个坏人也可以承认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人在我面前来讲 这是一个很好 对我这个很好 但是对其他人来讲 这是很不好的 那么这个东西好看的也可以承认 不好看的也可以承认 他的形状也有各种各样的可以承认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应该是承认很多的问题 如果你们真的有一点 自己都是有一种怎么说 好像有一定的理由 就是现在这个科学方法的话 按照居士论这样说法是不合理的话 你有一定的辩论能力的话 我也可以约一个时间 我们随便聊一下也可以 光是一般没有什么任何交证理证的话 也没有必要 但是你觉得是真的有必要强辩论的话 我也不生气 我们单独随便约一个时间 你们有些威武论的习气比较重的 一直认为现在居士论的说法是不合理的 释迦牟尼佛说了网语的话 看你有什么样的教证理证 我们这个试一下 或者是有少数的人面前 到时候也是说一下 也是可以的 没有什么的 这个可以说的 然后你们互相也是不要老得太凶 但是实际上还是需要辩论和一些商量 这个问题是比较关键 这个问题大多数的人对元气空气没有理解的话 我觉得尤其是像有始终那样 他们一直认为是有存在的 这样的话是空性的法门 在他们面前是非常困难的 像这样的人有点困难 其他人我想这个理论应该能接受的 希望大家对佛教的宇宙观 和现代科学的宇宙观一定要了解 哪些方面是我们承认哪些方面是不承认 这个问题在当前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 今天居生论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